习近平接班人重南清北有玄机 来自香港媒体《明报》刊登了署名为孙家业的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中共正在总结百年党史 但是中国的地域文化和性格对领导人风格的影响 鲜少有人研究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 南北西东各地风土人情地方性格迥异 以怀和情令化解的南北方 总体来说北方人注重面子 喜欢攀感情脱关系 南方人注重时效 亲兄弟名算账 往来都未立 北方人热衷政治 相信权利 爱当官 南方人贪图实贵 相信金钱万能 喜欢经商 该文章表示 在中共历代的领袖当中 毛泽东是湖南人 邓小平是四川人 江泽民是江苏人 但是长期在上海生活工作 胡锦涛是安徽人 但是生长在江苏 习近平是罕有的北方人 他的籍贯是陕西 在北京出生长大 青年的时候 也曾经在陕北的农村生活过多年 后来他的仕途多在南方的省份 该文章表示 在中共早期的领导当中 也是以南方人为主 陈独秀和王明都是安徽人 张国焘是江西人 瞿秋白 伯谷 张文天都是江苏人 李立三与毛泽东是湖南同乡 在中共建国之后的第一次 中共的党代会八大产生了七名常委当中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西数为南方人 在百年中共党史当中 只有两名曾经的党魁是北方人 华国锋是山西人 赵紫阳是河南人 但是两个人在位的时间都不长 华国锋当了四年的党主席 赵紫阳的总书记只当了一年半 该文章还表示 不过早期中共虽然在护浙建党 兴起也以南方的江西以及湖南为根据地 但是却是在北方的陕北延安成长壮大 而且是从东北至华北席卷制了中国全国 最终定都在北京 所以相对于在广东起家的孙中山 以及以江浙为骨干并且定都在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来说 中共属于北方政权 在中共的党政军当中 山东人一直是一个大族群 该文的作者还表示 南北性格虽然各有特色 但是各地仍有细微的差别 且因人的经历而异 如果说湖南人的聪明勇敢 刚烈果决 感任大事 在毛泽东施政当中体现无疑的话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务实求真 讲求效率的作风 恐怕也是与四川人的从容兼任 皎洁豁达 麻利爽快的天赋个性 多少有些关系 习近平的生活地域很广 但是基本上是北方人的性格 由于他是红二代出身 以及自幼在北京长大 看重面子 终于红大叙事和堂皇排场 不足为奇 不过由于曾经长期任职 二十多年的福建 浙江都是南方的省份 当地注重利益 精于计算 注重传统文化的民风 对他也不无影响 该文的作者表示 在中国籍贯与出生成长地不同 比如东北人的祖籍 多是山东 上海人也多是江浙人的后代 中共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当中 习近平和赵乐际是陕西人 但是赵乐际在青海出生长大 李克强和汪洋都是安徽人 栗战书是河北人 王沪宁籍贯是山东 却在上海长大 韩正的籍贯是浙江 也是在上海长大 七个人当中南北平分秋色 与过去相比北方人比重渐增 不过近年 之江新军和米系干部受到重用 从习近平的接班团队 陈敏尔 丁薛祥 李强 胡春华等人来看 或又是重南清北 好 再来看一下 恒大的美元债的宽限期结束 违约风险极升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 中国房地产业的巨头恒大集团 星期三 也就是11月10号的时候 朝向债务违约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约1.5亿美元债的利息支付的30天的宽限期 在11月10号的时候结束 而恒大支付相关几笔利息所需要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着落 恒大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地产开发商 近期一直在疲于应对一个又一个债券还款期限的到来 恒大累计的债务高达3050亿美元 其中190亿为国际市场的债券债 在此之前 恒大在支付海外债券票息方面还没有出现违约的行为 但是对2022年4月2023年和2024年到期的债券的票息支付的30天的宽限期限已经结束 恒大是否能够偿还这些票息为外界高度的关注 来自路透社的信息表示 恒大这一次如果无法支付将导致恒大正式违约 并且触发对其他恒大美元债务的交叉违约的条款 加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债务危机 截至到11月10号亚洲时间的晚上 恒大集团一直保持沉默 报道表示 恒大在今年的12月28号 还将面临2023年6月和2025年到期的债券的总计 2.55亿美元的票息支付的期限 恒大集团拒绝了路透社提出的置评请求 报道指出 中国的房地产业面临的债务危机 今年9月和10月震动了全球市场 北京曾经安抚市场表示 不会让债务的危机失控 之后的10月中旬市场曾经有一段相对平静的阶段 但是美联储在星期二 也就是11月9号的时候警告表示 中国房地产业的麻烦可能对全球经济构成危险 这再一次的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危机的忧虑 除了恒大之外 还有更多的中国房地产商因为财政前景恶化 被评级机构所降级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在星期三 也就是11月10号的时候 因为恶劣的经营环境 将影响该公司未来减少债务努力的原因 将房地产商世贸集团的评级从必必加降至了必必必减 报道指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 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 近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频传 违约倒债的风险越来越大 一旦房地产行业崩盘 不仅重创中国经济 而且也将拖累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复苏 好 再来看一下瑞信瑞银拒收中国房企的债券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彭博社的信息说 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危机动荡加剧 瑞信集团和瑞银集团的私人银行部门 已经不再接收越来越多中国开发商债券 作为融资保证金贷款的抵押品 知情是透露表示 客户无法再使用加兆业集团 富力地产 恒大集团花样年控股所发行的 以美元计价的债券 作为瑞信和瑞银的保证金贷款的抵押品 因此视为内部的决定 知情是要求匿名 瑞信和瑞银的发言人不愿意回应相关的报道 当私人银行将贷款价值削减至零的时候 客户通常必须要补充现金或者是其他的抵押品 否则他们的证券通常会被清算 知情是表示 上述的两家银行的客户当中 已经出现了一些被追缴保证金的情况 据报道指出 瑞信先前通常会为多元投资组合的这类证券 提供50%到60%左右的杠杆 报道指出 这股压力始于恒大债务危机 近几周已经波及传染到了中国整个的房地产行业 同时造成了垃圾级和高评级债券借款人的损失 向投资人提供债券定价服务的债券价值的创办人巴纳吉表示 这是一场危机 资人财富银行客户约占中国高收益美元债券需求的20% 这些客户已经发生了数十亿美元以上的损失 报道表示 中国以销售额计算的十大开发商合计一共欠债1.65兆美元 银行本身表示对恒大暴险有限 而中国监管者迄今仍称房市债务危机的动荡受到了遏制 瑞银的执行长哈默斯先前在9月份的时候曾经表示 该银行对恒大的暴险无足轻重 局限在执行融资保证金贷款的抵押品追缴 瑞信则发布声明表示 其资产管理部门的基金没有持有多少恒大的债务 并且告知股东有关该银行本身最小的暴险的程度 报道表示瑞信至少从9月份的时候就停止接受 以花样年债券作为保证金融资贷款的抵押品 花样年的股票从9月下旬停牌6周之后 本周三也就是10月10号的时候重新开始交易 股价盘中一度崩跌了52% 收盘的时候仍然跌了36.6% 加招业的信平本周遭到了灰淤降为垃圾级 理由是该公司美元债可能违约的风险升高 同时广州复利地产的债券评级也被砍至远低于投资级 再来看一下监管打到了利益圈 传央企喊调整三道红线的指标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在经历中国监管整顿下中国房地产行业风声鹤唳 房企的债务问题不断的传出 中国媒体财联社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表示 近期部分的中国央企和国企的地产商向监管机构建议 对三道红线的相关指标予以调整 报道指出有中国的央企和国企认为 如果要对某地产进行承债式的收购 就会突破三道红线的指标 因此建议监管部门调整对房地产交易的贷款限制 报道指出去年8月份 中国政府跟多家的房企制定了三道红线的规则 并且于今年1月份的时候开始实施 三个标准分别是扣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 净负债率大于100% 现金短债比小于1 如果三道红线全部达标 则房企的有息负债就不能够再增加 借此限制开发商融资 另外路透社的信息指出 近期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放换了设房贷款的融资 中国人行在星期三也就是11月10号的时候 发布了数据显示 10月份一般住户中长期贷款 自去年7月份以来 首度超越了企业中长期的贷款 显示了房贷的投放速度有所加快 好再来看一下拜席会之前 美国誓言坚定阻止中国犯台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 备受期待的会议即将登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1月10号的时候 坚定誓言美方将支持台湾 以期阻止中国入侵台湾的企图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指出 拜登自当选以来尚未与习近平亲自会面 报道指两个人最快将于下个星期的时候 举行会议布林肯指出 拜登以及习近平很快将举行视讯的会议 布林肯在纽约时报主办的活动当中表示 我们将确保台湾有自卫手段 因为这个目的是永远不让任何人 达到确实试图以武力破坏现状的地步 他也提及提供台湾自卫手段 等同于最佳威慑 以对抗任何中国可能考虑采取的 极其不幸的行动 另外布林肯也提及许多该区域内外的国家 将认为单方面动物破坏现状 是对和平以及安全的重大威胁 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的话 他们将采取联合行动